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笔记是一脸懵B 很多看一个图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有那么多特效 但打开老师的元代码一看全是特效 这个还是我也看得有点懵B 咱们说这个忘了不要紧是吧 忘了不要紧 大家我讲课的时候能听懂吧 能听懂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咱们缺练习缺记忆 然后缺这个熟练的使用是吧 只要你上课能听懂的话 忘了也不要紧 咱们不是每次完了都要总结吗 要善于总结 咱们现在是学习CSS 所以咱们还没有总结CSS HTML是不是总结完了 那要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是不是打开咱们那个表格找一下就好了 到时候咱们把这个 咱们会等到这个CSS结束以后呢 咱们把每个CSS再总结一遍 然后到时候咱们在 你需要用到什么的这个样式 咱们就能照着去找了 是吧 然后你用多了就熟练了 并且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要实现一个效果 其实写法 写法并不单一 有很多种写法是吧 是有很多种写法的 所以就是说 咱们缺一个熟练使用的过程 第一就是多练习 第二就是你得多用 是吧 用多了就好了 至于这个特效的话呢 大家不要太上心 咱们现在还 咱们现在基本上 咱们也没学什么特效了 是吧 咱们也没有学特效 第二个说 对圆角以及渐变的使用非常模糊 是否有好方法理解并使用它呢 圆角的话呢 我是跟大家说 咱们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 第一让它变个圆 第二呢 让它四个角稍微的有点圆角就好 对于这种特殊图形 我们很少去使用它 是不是 当然了 我不是给了大家一个圆角的笔记吗 对吧 是吧 给了大家一个圆角笔记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它前面那个表格 咱们前面那个表格 圆角中 一个值 两个值 三个值 四个值 五个值 六个 七个 八个 把这八个值掌握了呢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然后还有这个渐变 渐变的话呢 咱们基本上网页中也用不着 当然了 你只需要学会就是 咱们怎么去让红色过度到绿色 红向过度 纵向过度 然后怎么呢 让一个点呢 从中间向四周 开始渐变这个颜色 也就是一个线性渐变 一个镜像渐变 咱们 怎么说呢 渐变其实使用的很少 如果要用呢 也只是单一的 基本上都是单一的一条线 画了一条线 然后上面和下面的这个颜色 有点渐变 第三个说 这个单词用的有点多 得配合提示写 记不太清楚 得去翻笔记 用都会用 就是因为以上原因 所以速度有点慢 速度慢呢 很正常是吧 速度快呢 就不正常了 咱们就是缺一个熟练的过程 缺一个熟练的过程 咱们呢 并且咱们现在 也只是开始学习这个理论 还没有真的去 时间去使用它 所以每天把这个作业做一做 但是呢 我发现好多同学这个 做作业根本不看笔记 咱们白天讲完课了 晚上呢 一上晚自习 先把这作业打开 然后我就开始做 哎 你是不是得确认一下 咱们今天讲的 是否全部消化掉啊 对吧 先把笔记过一遍啊 先把笔记过一遍 以后呢 你在干什么呢 你再看看 自己今天知识点 有没有掌握 没掌握呢 你把咱们课堂上 写的那个例子 拿出来看一看 看懂以后呢 感觉今天的作业 不管模糊不模糊 总之是咱们看到 这块的时候就能明白 看然后再看底下的时候 也能明白 然后你再打开作业去做 是吧 做作业呢 好多同学这个作业 是不是做得非常困难 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然后再让你做一遍呢 是不是又要卡了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 我是不写注释 但是大家想写 写啊 你在这卡住了 你在这卡住了 然后看了一眼 然后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难道就做 也不做一下注释吗 是不是 把它做起来 这是咱们的反馈 大家 咱们要不要聊一聊 就是大家学习中 有没有 有什么困难 其实我发现大家 在咱们上课的时候 也基本上没什么困难 就是做作业的时候 有点困难 是不是 咱们这个困难呢 听我说啊 咱们首先 你晚上做作业之前 先把咱们笔记过一遍 确保咱们今天的内容 你能消化的一个七七八八 在再次做作业的时候呢 不要急着去看咱们给的这个案例 不要急着看我给的这个例子 你先打开它 你先打开它 然后去分析 这效果咱们都能看出来 是不是 效果都能看出来以后呢 你就分析它 那这外面的框框 咱们不要给个DIV吗 要把这个DIV 然后宽度咱们是不是给标出来了 宽度标出来以后呢 可以看到我这块是画了条线 说这个地方是十像素 也就是说最上面到咱们这个文字 这块是十个像素吧 然后这也是十个像素 当然我这个标注的有点多 标注的太详细了 所以有点多是吧 有点多 有点多的话 首先你能不能看出来 上面留白 左边留白 右边留白 下边也留白啊 那这怎么用一个pading 是不是就搞定了 是吧 咱们这作业每天都是有针对性的 大家没发现吗 这作业我当初整理的时候 都是今天讲什么内容 今天讲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我就对照着咱们 这个作业里头 对照着咱们这个作业里头 今天哪些作业能做了 然后他会用到哪些东西 肯定会用到咱们今天讲的 是不是 肯定会用到咱们今天讲的 包括前几天讲的 越到后面呢 咱们这个作业呢 它是这个综合性越强 然后再往底下的话 这不就是一个标题吗 对吧 标题 那么左边这个框框 你就想啊 我能不能做成一个树杠 当然好像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然后用一个单独的标签包起来 然后能让它加粗 然后呢给它个高度 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咱们今天学习了 学习了边框 是不是就可以使用边框 来做一下 使用边框做一个左边框 然后呢文字距离这个边框 有点有点这个距离 咱们是不是可以 padding left 左边来一点点填充 文字是不是就会向右 移动一点点 再往底下的话 这不就是一个列表吗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的话 咱们是不是 首先说一做到列表 首先list style nong 先把这个前面的点儿去掉 对吧 然后padding 0 margin 0 把它们内部外部的这个 建局都先去掉 是吧 去掉以后呢 咱们这个ul就做好 然后你发现ul 距离咱们上面这个标题 是不是有点间距啊 那你是不是可以 margin top 来一点点 接下来里面的是每个li 是吧 然后具体的前面这个小图标 有的同学做成图片了 可以吧 咱们写一个图片 然后margin left 来那么一点点 然后里边的这个文字 咱们再单独包一个标签 或者说你不包也行 咱们这个图片 margin left一点点 margin right一点点 是不是也行 当然咱们还可以做这种背景图 是不是 背景图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背景图片的 一个位置呀 上面多少 左边多少 当然了咱们可以看到 这上下它是居中的 左边的话 我这是不是标了一下 说这是20个像素 不是 左边 我没标是吧 没标的话 你随意来一点 咱们对于 我说了咱们这个作业 只是说 练习一下这个例子 并不一定要精确到 就是必须得是多少像素 是吧 来做出个大致样子来 然后咱们可以定位 左边大致有多少 是吧 然后后边这个文字呢 发现到时候会压在这个图片上 那么咱们文字想让右边移动 是不是可以来一个padding line 那这例子是不是就完了呀 曲线 这是下边框吧 然后这个高度 文字在这个高度中 居中给个line height 是不是就完了 然后文字颜色 绿 文字颜色是蓝色的 这是默认 A标签默认的颜色 然后咱们鼠标放上来是红色 是不是给个tower 你去分析它 然后把你分析的这个步骤写好 写好以后呢 每一个步骤 你照着写这个对应的css 是吧 先写标签 然后呢再分析 对吧 不是 先分析 然后呢把标签写出来 把标签写好以后呢 对照着咱们的这个要求写css 是吧 大家有问题吗 有没有感觉就是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东西 咱们就分析不来 然后也不知道从哪分析 有没有 有吧 有 有的话呢 大家记一点 咱们一个框框 咱们出来 一个框框是不是用div 这个能想到吧 标题咱们就用标题标签 然后你发现它是一个列表 这列表能看得出来吧 能看得出来是个列表 咱们就用列表标签 有间距 咱们是不是有margin 有padding 是这样吧 其实就这么多 大家想想 咱们你要做一个做一个效果的话 无非就是大框框 小框框 也就是说你使用什么标签套什么标签 其实就是考验咱们各种标签的一个欠套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每个标签 它里面的内容 靠上靠下 还是居中 靠左 还是靠右 然后它是什么颜色的 文字大小有多少 然后包括咱们上一天学习的距离上边位置多少 距离左边这个距离多少 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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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